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24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x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研究 這個就是香港的地產發展商 到底他們現在是怎樣 看法對香港 最近 有網上的消息流出來 這個 是來自 Facebook 就是一個專業 這個專業叫做 情總在國金89樓 這個專業裏面就是經常說香港的經濟問題 其中一個 鐵文 就是說恆基 恆基地產發表中期 的財務報告 有提及到 是長實 長實就是賣 親海液 所以 觸發了 到底親海液 是不是 符合 到底應該是租樓 還是供樓 發生 激烈 辯論 我們當然就是非常之贊成 應該拿更加多 客觀的數據 以及環境證供 出來討論這件事 而這個 是恆基的報告 似乎將 他對後市 還有現在香港 地產商競爭的情況 是很 清楚列出來了 所以這節跟大家繼續做這個經濟分析 我們也從多個角度跟大家探討過 香港的問題 今天 是有Patreon獨家節目 我們繼續從多角度 跟大家探討 到底香港現在的客觀 的環境 是怎樣 就算你 真是一個 恐懼的男士 真是 相當之擔心日本的核子廢水 這也不代表 我們的分析和現在的討論 對你有任何的 關係 不應該跟你的 立場有關 因為我們在說的全部是客觀的數據 即是說 無論你的政治立場是怎樣 我們現在多數跟大家做過分析 都是跟那個政治的主觀 的願望和立場無關係 因為我們在做的是客觀的分析 當然 不代表我們沒有我們的 一貫 的終止 正正就是我們拿了更加多客觀的角度 以及論據出來 一樣可以達至 一些他們可能是根本 不願意接受 的結論 是被迫 也需要接受 所以我們再說 說香港樓市 不行 他們 香港的親建制媒體 是用盡一切的辦法 例如還有香港港共政府 就是出來說你 是唱衰香港 這節要揭露的當然就是 恆機自己承認 現在眼前香港的情況 地產商 是不是真的這麼看好這個後市 從客觀 他自己的評論裏面 你也可以看到的情況 這節我們在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是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視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把獨家的節目 局部放在Patreon 希望大家訂閱支持 因為我們目前 現在 正在 兩個頻道 雙頻道廣播 免費模式被暫停 所以我們現在是沒有任何 YouTube 廣告收益 所以我們的免費模式 是受到 極大的阻礙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 在這段時間我們唯有 加強Patreon的節目 請大家繼續支持 以及要體諒 亦希望大家 多點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首先 我找回原文的出處 根據原本的Facebook貼文所說的 就是在 恆基就是中期財務報表裏 但是我看看 恆基 在2022年的中期財務報表 裏面的評論 似乎找不到這一段 所以我現在是引用 這個網上的訊息 當然我也看過 恆基 中期財務報表 其實沒有甚麼特別的內容 因為 這些 其實是 就是 上市公司的官式文件 裏面說的話 基本上 是來來去去 跟八股文是差不多 基本上 無論你看到多少份報表 也不會讓你那麼容易發現新大陸 所以我們說明我們現在的出處 始終還是 主要 依靠網上的訊息 這個訊息是怎樣的呢 是一個截圖 說了關於今年 2023 由於裏面的內容 似乎 跟恆基地產 的財務報表也相當之吻合 所以 雖然我看不到段落 是哪一段 在報告裏面 但是似乎 這個財務報表肯定是香港的其中一個地產商 裏面就這樣說 他說近期他的對手 能夠做 對手的 所以肯定 就是不外乎是四大地產商 最近對手是一手市場 一手市場的地產商也不是很多 是用一個 叫做shockingly low price 震撼性 的這個低價發售 那麼 連地產商也認為 長實 賣的口價是叫做震撼性地低價 而 二手市場 二手市場一定受到重大衝擊 現在 整個二手市場 正在 不斷向下 在報表裏面 也是展望 也是發表這個意見 假如 香港政府 沒有推出任何 新的政策 去使得現在這個 不利的環境改變的話 他估計 香港的物業市場 將會 是不斷持續地 繼續蕭條下去 由於這個是財務報表 他說的預測 就是在說2023年 因為財務報表和報告 每年都要出 簡單來說 就是地產商同樣地 認為受到親海液的影響 我們跳過財務報表 說回 大環境 其實你只要看油堂 的客觀數據 你就會知道 這種說法 受到詳實的拖累 絕對 不是 是無中生有 因為 成哥出招 絕對 不會 沒有作戰目標 翻查附近 油堂 親海液附近 其實未來 將會有大量的樓盤 繼續推出 而 長實 用現在的口價 幾乎是鎮散了油堂 的二手樓市場 還有 一手樓市場 被迫 需要 以長實的赤價作為參考 早前跟大家揭露過了 實際上油堂的整體規劃和發展 對於一大班地產商來說 是想將油堂 重新炒作 炒作 成為好像將軍澳那樣 將軍澳我們大家見證著 在大概10年之前 其實將軍澳的樓價絕對沒有那麼貴 但是 由於 各大地產商發展這個新區 使得將軍澳的樓價 不斷向上攀升 其實 地產商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水漲船高 只要他們聯合起來 就能夠自己賺到盆滿撥滿 現在 成哥 就是在油堂 率先出招 不僅 向港共政府發炮 更加 對其他地產商出招 所以引來其他同業對後市根本就不看好 現在坊間上面也有很多種說法 說覺得樓市不是最差 因為 香港政府還有其他刺激方案 我們跟大家 分析過了 香港政府覺得 現在這一口價 覺得現在的赤價 樓宇 以及 香港家庭 入息中位數 數值的負擔比例還是偏高 在香港政府的眼中 他覺得樓價還要再跌 他才會考慮嘗試 把辣椒鬆綁 但是我們跟大家都說過了 其實香港的樓市 跟中國大陸都有相似的地方 本身樓市 就是跟這個地方的大量貨幣供應有關係 而香港 香港是一個 不能夠自己調整貨幣供應的地方 因為香港的利息 需要跟隨美國 因為聯繫匯率 所以如果香港你真的去到 樓價再進一步下創 去到好像03年SARS假的時候 你才 減辣的時候 其實是有機會 會造成骨牌效應 有機會 將 現在這一口價 裡面的業主全部夾死 早前也有分析說過 根本拿著很多錢在手的人 根本就不怕親海翼跌下來 就算跌一半 他還是可以供得起 這個說法 適合了一半 適合了一半 如果 一個人很有錢 我現在跟買玩具差不多 當我買了車回來 我上會供車 如果 車的價格 大幅下跌 我也是供我原本買入的價格 對我來說 我沒有影響 因為 我供車 其實對我來說 車的價格 根本不是我整副身家的全部 但是 現在買樓的人 情況不相同 可能你家裡很有錢 你現在不是整副身家 剛剛好賣親海翼 但是有很多叫做邊緣人士 即是他可能剛剛夠首期 剛剛夠給首期的人 他如果面對 樓價從口價再下錯兩三成 這個絕對不是開玩笑 其實 他可能會出現 斷工的情況 而香港的樓市 從來 都是很多邊緣人士 整個香港整體經濟不斷地向下滑 我們等一下也要再詳細分析現在的客觀環境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 行跡 其實對後市 一點也不看好 是不是減了辣 代表能夠立即回復 這個也相當之誠意 實際上減了辣之後 雖然你能夠盡快賣出 但是 正正就是 這一兩年入市的人 他們也會把他們 買入了的物業 重新投放到二手市場那裏 放手 其實 也會使得大量樓盤增加 其實真的是一句到尾 香港是不是 真的今天還有能力 去消化 接下來那麼多的物業供應 這個是 非常 非常之大問題 所以 我看不到任何因素 其實你買樓現在在這一刻 是會有賺的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詳細分析到這裏 一旁邊提到 是 東西 不是 是 都是 沒關係 很 gab